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令到他有个腸胃病 腸很硬 专科医生对他很担心 当时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唯有想起一个朋友 他家里有一只狗有癌症 其实喝过这个水就令到他的生命可以延长了 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太留意 觉得有没有那么夸张 但当自己遇到家人有问题的时候 就很想找办法解决 然后我弟弟很配合的 都肯尝试喝这个水 每天喝三四公升 好多 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 挺多的 挺多的这个水 是的 喝三四公升 然后三个多月之后 那个问题完全没有了 我也觉得很特别 所以就开始去研究一下 原来喝水是否真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有那么大的分别 那就开始了这个和电解还原水结缘 是的 恭喜你 其实做生意也帮到人 帮到健康 真的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你说这个电解还原水 跟我们平时经常喝的过滤水 其实有什么不同呢 很简单的 其实过滤水就是把水不干净变干净 是 外面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 譬如是蒸馄 或者只是过滤 或者用逆滲透的方法等等 但是电解还原水 便经过了一个浸浸 一个优势的浸浸浸浸过滤之后 就应能有一个电解过程 那导致那一个水里面 有三个很大的特性 第一就是 稀微检性 是因为我们人体也需要维持住 微检性状态 第二就是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分子团 比较小 容易被我们吸收 還有第三就是它也有一個活性氫 是一個Active Hydrogen 這個就是其中這個水的最大的好處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原來身體的病累積是飲食習慣回來 而很多都是因為氧化壓力太大 令到我們有很多時候的都市病 所以就有這個電解過程令到我們的水可以變得有活性氫 我看到你今天好像帶了兩個茶包 可否和我們做個試驗看看 其實你說的這個電解環原水跟我們平時喝的水 可以 是否有些不同呢 可以 其實這裡譬如我帶了一瓶用一個液滲透的方法去做的一個過濾水 我就針一些這個水在這個茶包裏 OK 也是一個涼水 另外也在這裡針一些水 在我這個茶包裏 就是這個就是電解環原水 是的 電解環原水製造出來的 是的 可以看一看到 現在你會不會在這裡的觀眾已經看到 兩個都是水同一時間浸下去 其實出來的效果是有很不同的顏色 真的 是的 就是說那邊的茶包好像出一些茶 多一些 是的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可以解釋一些 就是在滲透力的效果方面 令到我們的細胞容易吸收了 所以我們的身體那個代謝 所有東西都會快速了 另外其實在Appline我們煮食方面都很好 譬如可能你需要浸一下冬菇 或者可能浸一下海參 那些都可以加速時間 因為它少了鹼性是不是 鹼性和它的滲透力比較強 所以它可以帶出食物的鮮味 或者滲透我們的細胞就快很多 是的 其實很好奇 這個電解環原水 其實它的製作過程是怎樣做出來的 是的 剛才可能都會看到少許我們的片段 就是經過過濾之後 有些電解環有些正腐極的 水本身都帶電 中間就是藉著電解環的陰極陽極去吸收離子 譬如我們在上邊這條喉 這部機出來的水裡面 就會是充滿氫離子 包括一些水裡面的鈣、尾、甲、鈉 的離子都會在這裡集中了 所以就是透過一個電解環的正腐極的陰陽 那個雙吸那樣東西 就是製造出來的 就是把它分離了 是的 就是把它分離了 就令到這裡有作用的水 這裡也有作用的水 即是上面出地的水 就是剛才你用的藍色瓶的電解環原水 是的 那下面出來的水是甚麼呢 是的 其實這部機其中一個它得到環保獎 就是飲用的水在這裡出的時候 在這裡出的水可以給我們做清潔作用 是的 又或者其實我們可以調節那個鹼性度數 如果當我們調節到一個強鹼 其實有兩種不同的另一種作用水給我們用 譬如做一個例子 如果做到一個強鹼水的時候 我這裡就還有一些麻油放在這裡 那水和油是否能夠混合呢 這個原理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水和油是不能夠混合的 是不是 是的 但是我現在如果把我預先做好的強鹼水 即是在下面那裡出來的 這個強鹼水就都在上面出來 因為上面出來的 對,下面出來就有另一種強酸水的 那這個強鹼水呢 你看到在溶油的效果方面呢 是做到什麼呢 對,真的很不同 油都被溶掉了 對 那這個強鹼水溶油 那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主要就是針對一些我們的蔬菜 蔬菜的農藥通常都是抗水性的 因為呢 等到那些下雨不會沖走那些農藥 那那些水就沖不走那些油 那那些農藥就繼續保護著那些農作物 但是呢 我們拿到回家水喉水便洗不到 哦 所以呢 是要用強鹼水呢 有一個溶油的效果呢 才可以把它去分解 即將那些農藥洗乾淨 哦 還有甚至乎我們飲用的水平時呢 是要在pH的8.5至9.5之間呢 這個輕微的鹼性呢 亦都幫我們腸道的脂肪積聚呢 全部可以延遲 即是可以減肥嗎 減低的 是的 讓我們腸道健康 我們裡面的油分解了 腸道健康 血管那個血脂形成那個減慢 這些全部都有幫助 所以為什麼會有對於其他都市病 例如可能三高 或者可能中風的問題 或者可能糖尿的問題 這些是有一些幫助在那裡 那也是那個鹼性的原理 那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 要把它弄得多高呢 你只要需要知道你想用什麼呢 按個按鈕就會拿得到 是的 還有剛才你問過我酸性 下面出來的水是什麼呢 你可以聞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強酸來的 就是下面同時出的2.5 pH2.5 好像那些清潔水的味道 是的 是這部機下面出來的 是的 在這部機裡面透過加入一些鹽水 一起去做一個電解的過程 它就做到這個強酸 這個強酸呢 因為低於pH2.7 可以做到殺菌消毒 也是有我們的廠房是得到三個不同的ISO 特別其中一個是醫療器材生成器的廠房 另外也有日本一個醫協 是由六千多個醫生去組成的 去推薦 唯一推薦我們的水機 所以其實它的認證都是很國際化 還有我們的濾濾 就是過濾氣 都是美國水質協會的金章認證 是 我知道Legger市面上 其實都是很多不同的電解還原水的水機 其實我們作為我們的客戶應該怎樣去選擇 最重要是看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看它本身那個電解板 其實是用什麼物料 如果是有機會 面積太小 或者是有機會容易生瘦 譬如不是太白金去做是很容易生瘦 這個要留意 另外就是看有沒有保養 還有就是有沒有機會 讓你自己用一個自動清洗的功能 因為我們有時要保養的時候 都會用一些食用的檸檬酸去洗走一些鈣化物 如果不然它積聚在電解板就做不到效果 所以這些水機 如果它起碼有這幾樣東西 都是必須要的 我們說回這部機 這部機的保養方面 我們買了回去應該怎樣去保養 其實很簡單 用的時候其實已經很方便 因為始終它是日本人的機 本身就很方便 其實每一年左右大概就換一次濾濾 不過它自己會計算6000公升 另外就是有沒有機會用到檸檬酸去清洗的水機 這樣就可以了 保養 其實都是大概一年做幾次的清洗 以及更換氧體一次 其實聽你們的介紹也很方便 其實很方便 如果大家如果想購買這些水機 其實怎樣可以聯絡到你們 其實都是隨時可以找我們去研究 因為始終我今天只做了很少部分的示範和解釋 可以去打電話給我們 我相信也有我們的資料出現在螢光幕 對,可以找我 我叫Tiana 打電話去我們店舖 因為我們是還原水健康專門店 也可以跟我們約時間 和你做一些示範 甚至你可以帶你自己家的水過來 我們一起做比較也可以 非常好,今天很感謝Tiana 上來和我們介紹這麼健康的電解還原水 希望能幫助更多朋友的身體更健康 好… 謝謝你 最重要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